欢迎回来继续Focus 在国际新闻里面 我们看到探讨性别的议题非常的多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男孩和女孩 社会上能够说他们必须是什么样子吗 德国有部纪录片 女孩我最帅 他纪录十岁的女孩 为了和男生们一起玩耍 必须要不断努力证明 才能够打破根深蒂固的性别刻板印象 还有一个挪威的纪录片 叫青春的月月欲试 他是探讨进入青春期后 青少年要自在的跟同侪一起洗澡 多了很多顾虑 包括他们怎么看自己的身体 会有身材的不自信吗 主流的身体异象标准 是不是加注在这些 还不到十八九岁的孩子身上 这些都造成了很多人不安 被姐姐因绑上辫子 虽然一脸不情愿 但也没有反抗 女孩个性活泼好动 会被形容像是小男生一样 对于姐姐注重外表 爱打扮完全不能理解 来到和朋友搭建的秘密基地 这年夏天 十岁的艾娃和朋友们 一起在柏林郊区度过 喜欢和男生一起玩耍的她 没想到会突然遭到团体的排挤 爱娃愤怒离开 回家换上裤子 想重新加入男孩们的秘密冒险 借此证明自己的表现 不比他们差 甚至还自告奋勇 偷拿姐姐的手机 只为了更融入他们 随着年龄成长 会受到越来越多性别角色的倾诉 而在踏入青春期 处于自我认同阶段时 更会开始在意他人看待自己的眼光 现代的青少年 相较过去更懂得如何自我表达 但似乎仍难以对身体意象 无所畏惧 Norvei透过纪录片 探讨为何青少年 不再使用学校的 开放式领域空间 如果他们想要喝 可能他们想要喝 我会在大小的汤 我会在大小的汤 然后我们会在大小的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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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生是因为性相的关系 也有人是因为 生理性别和性别认同不一致 而感到不安 不过这之中更多人 是因为同侪之间 无形的比较 而被感压力 有很多人试图 我讨论自己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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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比较少有 共用领域间 不过学生时期的游泳课 却是许多人的共同回忆 公司主题职业秀 本周论坛 特别邀请精神科医师 邓慧文前往校园出外景 与现在的国中生一起聊聊 在意身材的哪些部位 以及穿上泳衣 要展现自己身体的心情 年纪越大 包袱似乎越多 不过观察现场学生 光是在泳衣款式的选择上 种类也相当多元 有四脚裤 两件事 还有连身泳装 当被问及 在遮多和遮少的泳装之间 如何做挑选时 有学生这么回答 如果是去海边的话 我应该是会穿这种 然后如果游泳的话 我也想要穿这种 我如果到国外 可能会选择这箭 因为没有人认识我 我可以很勇敢做我自己 就是不会刻意去折 但是不要漏太多 不要就是三脚这样整个 就是到只有折住这边而已 就是我会想折住到这边 最后一个环节 则邀请同学们一起探讨 是否曾感受到 外界对身体标准的评论 每一个人对于胖瘦美丑 标准都不同 学习做喜欢的自己 才不会被外界的眼光困住 至于了解身体 什么时候可以被触摸 什么时候又不应该被触摸 并且勇敢表达出来 也相当重要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